爬過去的那個高度 你公坊就不算到那個 所以切起來的處 我沒有公坊 我只好用這個來黏它 秀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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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黏它 這邊的秀嚇 這樣就黏掉 我身上有一個 所以阿蘇比在那邊 所以你秀嚇 有肩還是同樣 都同樣 跟外殼都一樣 保留轉角分 沒有這個卡過去 縫分的分量 那個打法是要另外打的袖子 我們也是可以這樣另外打 現在考試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要分內裡板跟外殼 你就會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的話 我們想這個方法 就是更好 因為你要弄一個內裡的秀板 還要花時間 還要去 要有時間去併板來核對 你知道嗎 不是你外殼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時間被扣掉了 你就時間上 趕不上交差 你就明年又再來一次 你敢不要花那麼多報名費 你敢不要花那麼多報名費 有差人的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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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洞來 留一個洞來翻 有一個洞來翻 可是那斜邊要固定嗎 這邊上下都有 斜邊不用 我腰下 腰下那邊 那邊 他這個做法沒放在固定嗎 斜邊也可以啊 你要固定也是可以這樣啊 這邊沒有斜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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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個三片扣成 這邊沒斜邊啊 這樣你知道嗎 如果有斜邊 你就可以兩邊 秋千跟斜邊 對齊 可是那你這邊 這邊要固定嗎 前巾 前巾你可以用手鐵的 這裡面 他已經固定了 前巾也固定了 他這邊通常做法就固定了嗎 我翻過來你就知道 好 你拿車子 手工是蠻多的 做外套 你看我這是人家的手工 你外面有家 這個還要鐵手工 就... 那個就懲了一點時間 是這裡 是這裡的 這就是頭夾步 那就是好水 好 這邊剛剛不是有打折嗎 這邊啊 等一下把它拉直 燙一顆就很緊 它就跟你的一樣 你看我這邊 我這邊有用那個 籤條把它插進去 它就 所謂像蠻妝的話 它內裡跟外殼的袖子 會另外打 就是因為我們的實際在這邊 可是它還要爬過那個縫份 爬過去 這個高度要算出來 所以它才要分內版 內裡版跟外版 我們妝妝也有這樣做 但是你們寫不到 是因為我那個年代有膠 你們這年代 都沒人家 你如果有需要 叫我們吃錢的 理事長再開班 我就還可以自己家 然後剛剛我們翻的洞再把它補回來 然後剛剛我們翻的洞 再把它補回來 可是那個洞 我可以用車的嗎 對啊 車的就好啦 你不會扣分 不會啊 不會 這個這個洞不會 它會去翻裡面嗎 它現在都會成一個 喔 想說這個也要用紅的嘛 想說這個也要用紅的嘛 你這樣就破掉了 你沒有車起來就是會完成 這樣是不是 我現在有騎的幾個就漂亮 我現在有騎的幾個就漂亮 漂亮 單單 後面呢 幾個 這樣有嗎 有嗎 有嗎 有 這樣 這樣有 快 我說三分 三四小時就OK了 就要死 這剛剛車過的就打開 看就好 可是那另外一邊 有一邊有壓力 一邊有壓力 那另外一邊 那另外一邊就滾 沒關係 沒關係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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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體力好不漂亮 這是那個扣洞 扣洞喔 扣洞那錢 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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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厚兩片玄石就要餓了 這是枸杞 枸杞到那裡就差很多 這個地方你看 我剛才是跟你說這個有縮 所以他說我們就有 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就沒辦法縮起來 下壞也一樣 像這樣你要是 你看我先把蚊子 這蚊子沒差 你如果那個玄機的 你就要貼一個胚部在那裡 對,這隻就要看 這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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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沒什麼 騙人 一圈就好 有的人要玩幾次 有的人是從下面這裡做手 他不會用袖子那邊開個洞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用 好用那你就要写起来 像这个 我现在下面的结果都写好了 现在换后中心 后中心 刚刚我不是有打折吗 把它拉直 拉直之后 这样摆下去 它是一条线 有的是用车的吗 有的是他车这一段 这样就 那个卡式不管都可以 有车也可以用车的 这个地方 要用车的 不可以把它用 用蒸汽 让它自然 比较自然 车的车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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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用车的车也可以 要用这条 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样靠进去 因为这里有它的幅度 然后这边也是 连电间一起烫对不对 有没有 扣在这里有幅度的地方 这样上也可以 这边也是 所以你烫不能拿这边烫 这边烫的 放这边打折 这样就会发起来 了 两种烫法就浇你了 OK 好,現在好了之後,領折線把它折出來 領折線是這邊到這邊幾一尺,但是我用七分而已 我把它抓住,然後到這裡領折線長這樣 好,這樣,燙一下,這邊點一下就好 可以壓下去嗎?不要,不細就變呆呆的,讓它活 只有這裡要不細,這樣,還有這裡 我只有燙這裡就燙了,然後這裡就燙了 這邊都用壓,用不到壓就好 這裡也是,剛剛我們不是有一個高度嗎?燙一條就好 這樣它就很自然,有沒有? 其他的都用壓的,不要給它滑絲喔 滑絲我就,一雙雙雙就沒化了 好,這樣化好了 好,可以去刺錢嗎? 沒人懷刺錢嗎? 沒人懷刺錢嗎? 化好之後咧? 但是我有規定我的胸尾三十八 三十八,一半是不是十八? 十八,到這中心,中心點,十八 我就要到這裡 然後我從這裡,十八的地方,我再放一個厚片 好,放一個厚片,把這個厚片的原型畫出來 畫出來,畫出來的時候 它前片在這邊,後片在這邊 但是不是我要的斜邊對不對? 那我就量一下 它這個十八,十八的一半 十八就是三十六 它的一半是九,九就在這邊 九照理來講是斜邊線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斜邊線剛剛好在中間 我要前片比後片大一公分 所以我就挪過來一公分的地方 我把它畫一個斜邊線 然後畫一個斜邊線 斜邊線畫好,我就定好前片跟後片 但是我現在,我尖寬我要用十五 從這裡量到這邊十五 十五是它的尖寬 但是我又要扣掉那個 這個地方的那個,那一板 所以我又丟進去 丟進去的地方 我用那個那個熱量池把它畫,畫順就好 畫到這一點,畫順就好 但是我沒講到的是,我不會拿 我這個為什麼要上一公分 你知道,我這樣 原本是這樣 我把它這裡做一個記號 把它點起來,轉上去 把它釘出來 那我知道這一點在這邊 這邊我就直接沿上去一公分 就把它畫一條直線 是不是後面就比較高了 但是我前片啊 我前片的尖啊 我原本的圓形是在這裡啊 在這裡 圓形在這裡 但是,我如果我要做外套 我通常都會倒個0.7公分左右 我又再畫一個上面這一段 畫好之後 我上面有提高一公分 我下面我就把它扣掉一公分 扣掉一公分 我就把它畫一條直線 但是我現在 你看,它的鱗口不會在這裡 我會變成在這邊 因為我有倒一點點 後來我要 鱗口 我要給它開個0.5公分 我就把它做一個點 然後我用那個夜量子把它畫一下 畫到這裡 它的鱗口就會跑到這裡 你看,這裡有退0.5公分 我這裡也要退0.5公分 退過來 退過來的地方 我做一個點 做一個點之後 我現在就要畫 畫我的那個領折線 領折線 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那個 那個 門巾不是都要打核份嗎 打核份我通常會用 1吋到 4分之3到1吋 就是 公分的話是 2公分到2公分半 我把它折中的話 是不是 就變7分了 有沒有 這個 這個打核份變7分 不到1吋 也不是2 變7分 7分打核份打出來之後 我要領折線 我不知道我要到哪裡 我就會想說 衣服扣起來 如果剛剛好在 腰的話 這個 穿起來不大有精神 所以我故意把它提高 提高 我都提高到 1吋半左右 做一個記號 然後我剛剛領口找出來 我是不是知道 我這裡就 就要把它定出來 這裡的距離 一般都是 4分3到1吋 但是我也沒有用到1吋 我也沒有用到4分3 我用摺中一下 我用7分就好 好 所以我就7分找到了 這裡找到了 我就把這一點找出來 對準它這一點 畫一條直線 這條叫做領折線 有沒有 然後上面的就把它圓長上去 到這裡有清楚 然後這條是怎麼來的 這條就是以領折線 跟它平行再畫一條線 一樣是7分再把它畫一條線 但是我畫多長 我不知道我也可以畫那麼長 我也可以更長 我知道 但是我領子 這個領形我怎麼決定的 領形就是說 你先畫一個你自己要的寬度 你先畫好 有沒有 畫好一個你要的 跟你的色契圖一樣的 畫好之後把它淨色過來 就會變成這樣 這一點就 比如說你看看 這個領片的結定 結定前在這裡 一般通常都會從這樣 這樣 你假設你那設計圖拿到是長這樣 你先畫一個這個 這個 跟那個設計圖有沒有一樣 如果有一樣的話 那你就把它淨色 淨色我又不是用電腦 沒辦法淨色對不對 那我就以這 以這一點 這一點 它 它畫過來 會有 有碰到這一點 然後我用這 這一點 來把它用一個直角 有沒有 這個直角把它挪過來 把它延長就好 你看這邊如果 一二三 三又兩分 這邊也會三又兩分 然後就這樣 畫一條線 要超過你的領折線 畫那麼長也沒關係 反正我要的是這個 我要的是這個平行線 畫好之後你就已經知道 平行線跟這個 這金色過來是我要的大型 畫好之後 然後你就從這一點 它平行線可以延長 對不對 從這一點 你先去量這個領口 這領口 我量過 大概三又四分之三 所以 我就從這裡量 量三又四分之三 是不是在這邊 量好之後呢 我把它弄一個直角 這樣直角過來 我把它倒一又四分之一 一又四分之一 公分的話 就是三公分 一又四分之一 倒好之後 我把它畫一個直角 畫到這裡就好 不要全部畫 畫一個直角 看起來好像不錯 那你就從這裡畫 畫一條直線 畫出來之後 然後你再從這裡 把它畫一個直角過來 這樣 你知道這裡要多少 就是 有沒有 從這裡到這裡是 跟它一樣的尺寸 因為到時候才會 鬥得進去 然後這樣直角過來 直角過來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領高 領高的話 你就把它畫一個直角 有沒有 這裡直角 畫一個直角 但是到哪裡 我們不知道 你這裡又有 這一條 剛剛的領折線 所以這裡 跟它焦點 是不是有一個死角 死角你就用這個 把它浮順就好了 有沒有 這裡浮這一段 它的那個領折線就出來了 然後這裡 這裡 剛剛我們 我們是不是直角過來 但是我不知道要多高 那你就去量這裡 有沒有 我這裡是 一四一 又一分 那等於 一又三分 那我就這裡把它弄一個 一又三分 但是我摺紙一翻過來 我是不是要把它蓋掉 所以我又多了一公分 或者半寸 多出來的時候 那我就知道這個位置 我就找到了 找到之後 我又把它畫一個直角 但是我不知道要畫多長 我就畫一段就好 然後我這領子 領子 我要到哪裡 你就看你這裡 你剛剛沒有設定的 它應該這裡下來多少 我這裡就下來多少 然後我就用這個畫 這樣畫 畫了之後 這是不是有一個直角 我又把它畫補順就好 這裡一樣的到底 這領子就好 這樣有清楚嗎 有齁 有之後呢 那你現在後片前片就知道 假設我現在都還沒有 我都還沒有分版就對了 我腰圍我設定要30 30的一半是不是7半 這裡 一半是15啦 但是15的一半 因為我要畫四分之一 所以七半 你看我這裡量過來到這裡 七半是不是在這邊 距離這裡是不是剩下四分之三 那照理來講 我這個 我這個 只要四分之三的折就好了嗎 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齁 那你現在知道 我這裡一定是 最少我的摺 摺身要四分之三 但是你要先算一下 前片 前片我也要七分 七又二分之一 那我七又二分之一 我從這前中心算 七又二分之一會到這裡 那我中間又插了多少 我插了一四三 一四三的話 我要給它七半而已 我是不是還有一四三的摺身 但是我又不想給它那麼深啊 我一四三會到這裡啊 會那麼深啊 那個線條會很奇怪 我就給它挪進來一點 挪進來一點的話 我把這個份量挪過來 是不是我這裡就可以大一點 好 這個點算好了之後 你就畫一條直線 畫一條直線 這樣 畫一條直線 這邊也是 你這個 範圍已經弄好了 你把它中心找出來 也是畫一條直線 畫到哪裡 畫到以胸圍線為主 好 這個比到下巴 畫好之後 這個地方 你看喔 我這個H圍就是臀圍 我要三十八 但是我胸圍是三十 三十六 我胸圍是三十六 就是九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這裡十八嗎 十八 那個二分之一就是三 就是十八對不對 十八的一半是九 所以我這裡我要比它多 多個兩吋 那是不是我這邊必須要多半印記 這邊半印記 這邊半印記半印記 加起來不是兩吋了嗎 那兩吋我這個先設定好了 設定好了 我就知道我現在從這裡畫一條直線到這裡就好 然後這裡也畫一條在這邊 可是下面我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畫直線下來 直線下來 但是我想下擺我直線下來 它不知道會不會包進去 線條有點怪怪 我就把它再挪出來一分 然後這樣 出出來這樣就好 那妳看一下線條有沒有順 老師說妳的尺寸那個鬆分 妳早就把它設定進去 對 這不是像我們兩個的尺寸 然後再加多少鬆分 不是這個是 如果有客人給妳說我指定要尺寸 要照我的尺寸做 那妳把尺寸照起來 那妳就照這樣算 妳不能被公司 狂死 狂死的話 等一下畫出來板子它都變小 因為學校教的 他只會教標準尺寸 等一下教他畫一個胖子 他就不會 全身都畫錯 對 妳會算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再胖再瘦妳都可以畫 妳有說那個背肠 有肠有肠 背肠有肠有肠 很簡單 它的肠給它上來 上來譬如說 我現在背肠15 我又用十四可布 十四半可以 所以妳就把它射到這裡 射到這裡 那屯圍線就不是在這裡 屯圍線妳就以這裡來算 算到八 它是不是又上來 所以妳就這裡來定它的生死 妳就會知道它的疫情是多少 對不對 那是不是東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妳高興妳把它怎麼提都可以 怎麼提 然後現在分好了之後 下面也知道了 這個也知道 這個是半摺 這樣過來 這樣過去 然後這樣下來下來 這個都分好了之後 那現在主要就是轉摺 轉摺我們通常 我們的摺是不是在這邊 這一點 我如果是把它畫過來 我如果是把它畫過來的話 但是我切線我要切這邊 這個距離那麼遠 等一下我如果把它剪開 它是不是變很大 所以我不要讓它變很大 怎麼辦 我把它移位 然後我一樣把它分三等份 兩等三等 但是只要有袖子的東西 絕對不能三等份通通捏掉 只能兩等份把它捏掉 並起來 並起來的時候 我就說這裡會拱起來 就不會平的對不對 拱起來怎麼辦 我從這邊剪開 剪開它會撐開 撐開妳不管 反正我先把這個 這個幅度捏起來的時候 我這個先把它畫好 用那個那個 摩托尺把它畫好 畫好之後 我再把它剪開 我這裡就是 這兩個就會等長啊 有沒有 就會很順了 很順了 我剪開的時候 就會長這個 我這一刀剪開 它是不是變成長這樣 看到沒有 它長這樣 就多出這個份量 多出這個份量 你要跟這一片接起來 這個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 我就會這樣 把這個腰點有沒有 我本來腰是在這邊 我把它移上來 這一塊把它移上來 變成我的腰是在這邊 好 這是不是扣掉一點 然後我這樣引過來 來 它的腰圍線 在這邊 腰圍線 對這邊 如果我再比 是不是又差了一分 所以我一分 是不是可以把它吃進去 我就從這裡到這裡把它吃真 沒有人知道我這裡是 是有剪開過的對不對 這裡就 做起來就會有一點立體感 但是你看不到折子 把折子吃掉了 這個神奇就在這裡 然後這個東西弄好了之後 你再把這個印起來 這樣 這個材片你把它摳好 它本來這一個要對準這個嘛 我現在不對準這個 我對準這個 對好之後 我再把這個修順 修順之後 我不是有剪一個那個口袋嗎 把它放下去 然後我想要多高 就放進去 把它描起來 就跑出來了 它口袋位置也好 所以老師你後面這一個 是折子抓一半就好 你俏的那個 跟這個一樣 就是 這個折子這麼大 我們一直舉它的 一半啊 你看 我這個 我這個把它轉一半 然後我這邊就不看它 我就畫這邊對不對 看這個後面的這個點 這個點就已經提高了 提高之後 但是我上面 上面要提高一公分的意思 我是讓它厚包錢 我不要讓它穿起來 一直向後仰 所以我衣服 我就要求這邊要 後包錢 我要上衣 但是我這邊 相對我要剪衣 因為這個是標準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剪衣 它的肩線 就會向後 它就是剛剛好 至少我穿起來 東西就會很窄 不會一直跑一直跑這樣 然後肩膀線 你要把這一個引過來 還是從這裡算 這邊扣一英吋 沒有肩膀我會給它 譬如說你客戶給你說 我肩膀要15 對不對 你現在15的話 量起來是不是7半 7半在這邊 對不對 但是我有破掉這個高度 所以我是不是要縮進去 縮進去 你就把那個厚度把它縮進去 縮進去的時候 這個把它扶順 扶順它就會在這邊 但是你這邊也一樣 譬如說這個 前片 如果這把它平行下來 你看喔 它的中心線在這邊 我如果從這樣量7半丟掉1吋半 7半是長這樣 7半是到這裡 我丟掉1吋半 大概這裡 這裡 然後我就知道我肩 不順之後 然後你再去量 我這裡到這裡還不到3半 但是我這裡到這裡 會比3半還多 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轉掉1半 那還多2分怎麼辦 車的時候縮縫 把它吃進去 不要給我修掉喔 有的人幫我修掉 我說哇 我這邊的那個容量不見了 因為每個人穿肩胛骨這邊 是不是要有容量 雖然一點點容量 可是你穿起來的那個機能 就差很多 嗯 這樣有了解喔 這個貼邊還要講嗎 貼邊應該都不用去 貼邊就懂了 剩下 好 用化的 糟糕 誰有帶到那個火腿子 沒帶到 沒關係 沒有我又用目測的 我眼睛一直拍著 我本來今天要戴 可是拿一拿 又不知道為什麼沒拿到 我本來今天要戴 我先畫一個十字線 畫一個十字線 然後呢 你幫我弄盤子 我把它放進去 斜邊線對它的十字線 好 畫好之後 這後面對它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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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 一邊 那個 袖籠就出來了 然後這邊 一樣 這裡對它 這樣 好 這邊是前袖籠 這邊後袖籠 那你量量看這裡多少 是不是剛好十 十吋 然後這邊 剛好九吋半 九吋半加十吋多少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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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八 fotograf月 先把這個高度先順出來 這裡我把它延長 剛剛這個我量到這裡 我把它平行過來找出來 這裡把它找出來 這中間其他中間極 有沒有 這裡 看到沒有 然後這個不是平行線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平行線出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手臂多少 所以我就以這一點 這一點量過來 九四三 不對不對 這點找出來把它分成六 六等份 一半找出來 這樣 六等份 二 還不到二又十分之 還不到一又十分之 還不到一又十分之 對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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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 六等份 一二三 四 五 六 六等份 我其他一等份 我其他一等份 就好 好 我這一等我不要了 我其他一等份 但是我剛剛不是九半加十嗎 錢安紅加後 後安紅十九半 十九半的一半 就是九又四分之三 九又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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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這邊 這邊也是 九又四分之三 九又四分之三 換一條圖形線 那我現在就怎麼辦 我就把它分成三等份 你看喔 7 7的三等份等於2401 241又加一點點 241又加一點點 這樣是不是有三等份 這邊也是241又加一點點 這邊也三等份 但是我這一等份我把它 畫碰到這一點 但是我這一點我把它 垂直上去 這一點我也把它 垂直上去 這一點我就把它分成兩等份 一等兩等 把它畫一條範圍線 輔助線就對了 然後這一等把它分成兩等份 然後這一條把它對整這一條線 輔助線 然後你這裡的一半找出來 所以你就用那個火腿齒把它畫畫畫畫畫到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就把它畫畫 畫碰到這一點就對了 這樣有問題嗎 這個也是我把它畫 用火腿齒喔 不要像我用手 手 手是用目測的 碰到這一點 然後這一點我就這樣 大概這裡進來 二分之一左右 從這裡用火腿齒 這樣一個正常的圓形就不錯了 那老師剛剛這個兩等的 那個就不管它了 所以那個不用 我現在要先 從最基本的圓形畫出來給你看 這個圓形畫出來之後 你下面 我如果繡長我要用 二十三半 用二十三 所以我這邊給它進來 兩公分就是四分之 這邊我要當前片 這邊我要當後片 進來兩公分的話 就是四分之三 然後對準這一點 然後你現在平行線出來 但是我繡口我要設定十半 十半的一半是不是五四一 所以我從這一點算 我不要從這一點 因為我已經向前進 五四一在這邊 然後這邊也是五四一在這邊 然後這邊也是五四一在這邊 畫好之後呢 我從這裡畫一條直線 這邊也是畫一條直線 畫好之後呢 我要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多少呢 半寸 然後這邊也要給我出氣半寸 然後這邊也要給我出氣半寸 不要這邊Q 這邊沒有Q 所以這下面就用直 直齒畫 直的齒畫 這邊也用 這邊也是用直齒畫 畫好之後呢 但是我這要打一個整整的半 假設說我給它打個半寸以上 半寸好 半寸 這樣是不是半寸 太多了 太多了 畫一眼 半寸 但是我這裡 這裡到這裡的話 的一半 六半的一半 是在這邊 我為什麼不要弄到這裡一半 因為我穿的時候我怕它 這個車線跑出來 所以我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兩公分 或者你要丟進去一寸也可以 如果我假設我要丟進去一寸 這個折就那麼小就好 不要不要到這裡 因為樹上寫大部分都到這裡 好 到這裡 你等一下穿起來 這個 這個車線就很明顯看得到 你讓它再 出來一點 它就看不到 這樣就畫好了 但是我這裡已經 已經有半寸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從這裡 再這樣半寸 再把它 扶起來 這兩邊的 就會一樣 一樣長 就會等長 合理嗎 合理嗎 合理 好 現在 現在這個已經畫出來了之後 畫清楚一點 我這裡要弄一個箱形修成板 比如說我剛剛這裡是 一寸半 一寸半在這邊 我把它畫一個 這個弧形 畫一個 這個弧形 今天沒有帶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齒來 對 畫一個弧形 把它這樣 這樣切 對不對 好 畫好之後呢 我把 我把這一段 欸 我現在尖點還沒找出來 尖點剛剛這邊是石嘛 所以我尖點綁出來 尖點在這邊 這樣才有石啊 剛剛這裡是九四三 這一點才是尖點喔 這邊看是不是九半 那尖點應該是在這邊 沒有那麼下棋 尖點這邊 那不用拿皮尺這樣造一個彎度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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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因為你造 你造皮 皮尺弄的話 它會多很多 我用這樣 它剛剛好 但是它又會有多一點收縫 收縫 收縫差不多一兩分 剛好剛剛我車的時候不是有吃進去嗎 對 結果剛剛好 對不對 這招講破都沒見 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 我要把那個香血的位置把它畫出來 假設是長這樣 你就把它 你就把它弄一張紙把它摳下來 剪刀劍我先 你要先把這個 一下 去年 極力 您在客人 這個 折好之後,它的尖點位置把它做出來 先有帶膠布 這邊是透明,這邊是純明 把它剪開,剪開一下 把它黏一下 這個平面打也是可以的 不要以為是一定要立財 這樣 這樣 把它打開 黏住 折揚 折廟 折揚 折揚 來折壁 折揚 折衣 放入冰箱 黏住 黏住 好了 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 我這個黏在這邊 但是 我希望這裡到這裡 只要三半就好 那我就會到這裡 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 我用三半就好 到這裡 這裡到 我就是長這裡 我這裡 就會長這樣 一步 翻下來 這裡 到這裡 翻下來 然後呢 這裡 就把它 浮上去 然後呢 這裡就把它浮上去 然後呢 這裡就把它浮上去 這裡 把它浮上去 好 這裡 應該不要那麼高 應該是 沒有了 應該是這一條 然後這裡 這樣浮 浮順呢 那你量一下 我這邊 前繡我要九半 你在那裡 在那裡 在這邊 就把它弄一個指甲 然後 扣片我要十 十寸 到這裡 只用一個指甲 然後你量一下這裡 多少 這裡 三四三 這邊也是三四三 等於這一條要跟它一樣 好 然後 量一下這裡 多少 三 然後這邊 量過來 好 三在這邊 所以 這兩下 這 確定是 九半 九半在這邊 所以我 我就調整一下 就好 這條就不要了 然後這裡 你就把它補碎 你看我沒有活腿 我照樣把它變出 好 然後你看 我這裡 破片的地方 就是三半做一個對合點 那我這裡也要三半做一個對合點 那我這裡也要三半做一個對合點 然後前片我也是三半的地方做一個對合點 然後前片我也是三半的地方做一個對合點 那我可以再給它多兩分 那這一點就不要 這一點就不要 下來多兩分 這一點就不要 上面這樣 然後 然後 這樣保證 上繡不上下去 剛剛好 會很難嗎 蛤 蛤 這是我的材質 但是 你 你這個 是用 繡片本身來 抓上 然後你這個 又補上來 你就是補原來的 原來的繡三位 對 可是你這個繡寬 還是定在這個地方 對 繡給沒有動 繡給沒有動 一直多這 可是生片的話 這一塊都不見 生片那一片不見 在這邊 其實就上半部 因為這個 原來的位置 原來是這樣 可是我們這 這出氣 我們要補順的時候 都已經都出氣了 但是這裡也不能太寬 太寬 它會輪敦大小 垮下來 那你這樣 相信會比較合 會比較合色 嗯 因為它只是多上面而已 一下它沒有多啊 可是你生片扣掉了 生片不見 生片不扣 不會 不會的 不會 它上起來就是這樣 試過好幾次 那你這樣 生片的背長 背寬不在這裡 這一段嗎 對不對 這樣生片不是最少 這樣對 就這個啊 這個就是這個 可是那沒有那麼低 是說 順化了以後 有差沒有差很多 那你會說 先 先把重要的 差距先出來以後 那你說 這一點是這一點 就對了 可是你這樣 秀的這個 微就也是小 相對好像 它比較合身就對了 因為你看 它 因為怎麼樣你知道嗎 這個等於是它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的意思 如果我這個 如果我這個 沒有沒有 你看 如果我這個 把它移上來 我這個分量有沒有 夠不夠是 這裡的分量 應該要夠 對啊 你看本來是在這裡 不是老師 你的位置沒有變 你的這個 寬度位置沒有變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 提上去 我們不會是在這裡 所以老師 這個沒有很長啊 你太長的話 就會影響到它的 修法 對啊 不相信我把它剪下來 你自己把它用紙 扭一扭 放到臉上 所以那一段 不能太長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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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切太長 就是在太長 在這個地方 我拿我前套的 給你看 老師 等一下有時間 你可不可以 示範那個 口袋用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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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小鞋子 有一點是 你如果太長 我給你們看 我黏給你們看 可是你看 這塊 這塊 這裡就要穿 這塊 這裡看 所以這裡 看起來 很困難 這個很困難 這個很困難 不能太結束 對啊 真的是 時間 不要讓你馬上 在 你謝了 開始 又化到 刀口 上 再有信 它 某些 有 有 在 沒有 哪 沒有 哪 沒有 不然賈雞都是菁英中的菁英 所以啊,六十年才八十月 不可以賈雞,賈雞就有秋心 賈雞考慮了,六十年 八十年 六十年 不可以賈雞,不可以賈雞 如果我再黏起來 才八十年 我這都十年 所以我剪大了 五十年 五十年 不會超過十年 每一年都有五十年 現在每一年都有五六個 你已經要賣雞了 你知道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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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 你平常有五十年 其實我覺得 不要改的五件比較遜中 而且比較隨便發動 可是人家去賣賣一次 你去保濕斑咬,有時候都咬不住 這個要食物盡量,那我是在業界競,受理到監視 所以我有把握,就大家吃了 你也把握,我不咬 我如果咬不住,叫我們口袋,笑到... 當牌的這個後面跟這個的前面這個地方的點,會到這裡可以開始算這個六等分嗎? 不是,是這裡到這裡,會到這裡,這裡到這裡,會到這裡 可是你要其他的中間 所以從這一點開始算六等分 然後你真正要的是雲等分 你差一點點,怎麼有差喔? 好,在你有興奮 因為我一直想說,為什麼那邊要兩等分啊? 你如果問你,你就談了 你如果問你,就談了 我看你,平常使用的 這是新的打法,以前的打法就是這樣 還是老師自己研究一下 沒有聽過的 這個是配合這個原型去打 你如果另外那個,不是 另外那個舊的原型不是這樣打 好嗎? 我現在是教你新的知識囉 不可以永遠停留到四十年代 四十年代的線條,現在已經不符合現在用 兩座單,只有兩座單,只有兩座單 兩座單,只有兩座單,再一座單 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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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實際要的是不是? 對,是實際要的 對,實際要的 這樣就對了 沒有看過 現在有看過也沒有人會打 因為書上寫的不清 因為書上寫的不清 所以,先分兩座單 從這裡 從這裡 都是原型 然後再分一座單 都是原型 對 八、九、不離十 都一定要用原型 從這裡 的那一座單 在這裡 分一座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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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單 一座單 完成 妝髀 谢谢大家